藍羽六個部落的達悟族人 從祖泉場兩段高喊守護家園發出怒吼 要求藍羽祖泉場立即遷場 因為有人開始擔心島上的所有物種 包括人水空氣 農作物都遭到污染 而藍羽部落婦女也拿出 蒐集到腐蝕的核廢桶 以及遭輻射污染 而基因異常的小朋友相片 來告訴藍羽達悟族人 輻射外泄的嚴重性 並心痛的道出 藍羽疑似也出現這樣的例子 五歲不大的孩子要從口中做十三次的化療 然後後一針是什麼 他口腔的六顆牙齒可能終身不會再長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還會遇到這種事 真的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我希望郭北六趕快滾蛋 如果接著完畢就立即遷場 婦女流淚控訴 而來抗議的每一位達悟 除了身穿盔甲 頭戴板核布條 手上還拿著用來驅鬼的植物 要驅逐核廢料這個惡靈 而台電回應所有檢測都會公開回報給部落居民 包括這個土壤 包括蔬菜 他們種的這個水果榮作物 還有這個魚類等等 那個都有 政策的結果我們都要報到行政原始人委員會 原始人委員會都要公告在原始人委員的網站裡面 所以這個資訊都公開了 那我們也都會定期把這個政策的結果 我們都會主動含送給鄉公署 還有這個台東限制的環保體 所以讓地方去知道 燒掉象徵有毒的人工核種箱子 並且漆上黃色的核廢料桶丟入大海中 隨著大海讓它漂浮 達悟族人要透過桶子 將這樣的訴求傳達到各地 並表示抗議行動不會結束 將會延續下去 並讓全世界的人聽見 這就是我們打算台東南語採訪不到